比利时啤酒 比利时啤酒的文化 跟中国的传统 完全是没办法融合在一起的 但是我开了一家这样小的酒吧 想宣传一下这样的啤酒 和朋友们一起分享 第一次在城市就喝这个比利时啤酒 是和我的上海的朋友 我尝试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啤酒味道很特别 很复杂的味道 它会有像香水一样的前调 中调和后调 让我觉得特别意外 特别惊讶 南京是处于一个历史文化 和时尚融合的一个城市 比利时啤酒和中国的茶文化 是有很多相似的 那中国的茶里面的湖和它的茶具 也有各行各样的 所以我也很尊重他们 就是这个啤梨式啤酒的文化 是必须要用同样的杯子 我也给客人这样的建议 我的朋友在他们眼里面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 比较的勇敢 有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经常会教我的朋友去告诉她 怎么去品尝一款比利时啤酒 我非常喜欢这个啤酒 以上可以了 以上可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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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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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了 我们的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